今天的发烧话题来看到 6月起我国禁止组团到中国旅游 但在6月之前规划的旅行团可以正常出发 不过观光署最近接获到民众的检举 仍有旅行社业者贩售中国旅游形成的产品 目前已经先规劝业者下架 强调业者可以推广商品 但是不能跟旅客签约收取定金 若查获到业者组新团到中国 美团可以开罚1万元 想到中国旅游目前只能自由行 因为6月起旅行社附中禁团令又上路 但如果业者在6月前就已经规划成团 那就能正常出发 而业界不断盛传 政府默许业者可以继续接新团做生意 而观光署最近更接获民众检举 还是由旅行社业者贩售中国旅行团的行程 我们现在对旅行社的规范是说 它可以去推广 它可以上架一些行程 它不可以跟民众签约收定金 进团令的规范解到它才能出团 它可以贩卖自由行 但它不能卖团体 谈开各大旅行社官网 中国旅游行程目前都以自由行为主 上架的团体旅游商品可选择出发日期 但是无法下定 而根据观光署掌握的资料 6月前就已经成团 并且在6到8月间出发到中国旅游的 共有近1000团大约2万人 有业者直言 6月1号再度生效的附中进团令 让不少正规业者无所适从 针对业者偷跑贩售 观光署回应 目前先以规券方式禁止业者 还没有实际开罚的案例 如果查获业者组新团到中国 违反观光署监管规定 美团可开罚1万元 只是一边让业者推广上架 一边却禁止业者贩售 自相矛盾的公文 恐怕衍生不少地下团 记者台北最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